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是2022年8月10号晚上的时候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几天没有讲韭菜人生了 结果今天就发生这个 抗称大马史上最大的韭菜的事情 有时候真的很奇怪 我讲的什么事情 等下它会突然发生 我们今天前一期我们讲 陈康勒、佛丽丹和迪娜 我们就讲到大马的种族主义 大马你不可以走种族主义 你种族主义只会带给你贫穷 种族主义只能让你不能赚钱 种族主义只能带给你失败 种族主义只能带给你一切一切的失败 惨败 是不是我们才讲这个东西 结果我就看到这个新闻 中文媒体选择低调 随随便便报导下就算了 但是在其他语言媒体 特别是英文报很高调的报导 那么因为大马呢 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呢 关系到那个首相啊 所以最近呢 应该是不能够大损了 那个60亿 其实是用了90亿 90亿买的那个隐形战舰 那六手隐形战舰 这个事情闹大了 现在很难大损了 然后呢 现在首相呢 这个Ismael Subway本身呢 啊 他是可以做首相呢 因为他以前干过这件事情 现在他这件事情啊 哈 出问题了啊 大家记得吗 以前那个捞鸭啊 我们吉隆坡那个 那个拉扎捞鸭啊 留别广场啊 这是马来西亚首区一指的 Digital Mall 是不是 你要买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不相信上网买的 我现在全部上网买 你不上网买呢 你就得去捞鸭那边去看嘛 你要买电话啊 买电脑啊 所有的accessory啊 全部在拉扎鸭嘛 那个唯一一个真的是很好 非常非常的成功 然后后来就发生一个呢 马来人呢 偷了电话呢 被那边的电源打 电源什么种族你们都知道啊 然后那这些 那时候是大马呢 种族主义呢 很强的时候啊 明明是去偷东西呢 后来就演变成种族事件 哇 他们的人全部进去 在那个拉扎鸭那边 视为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当时 Ismael Sapri呢 就带头 他说 钱呢 不要再给华人赚 啊 要买电话 跟我们马来人买 我们马来人自己开 我们的那个 那个老鸭2 就是那个马拉Digital Mall 就开在那个马拉那边啊 啊 结果就浩浩淡淡的开了起来 刚开的 刚开始的时候浩浩淡淡了 然后才各州都开啊 其保有开啊 那个关当有开啊 也就开了五间啊 是不是啊 啊 他们他们竟然想出这样的东西啊 结果呢 后来我们都知道吗 关当倒闭了 其实从不倒完了啦 就剩下吉隆坡那间呢 啊 刚刚看到他们的消息呢 他们这样向首相求救啊 因为那个人呢 因为他开了Digital Mall呢 他成为民族英雄 他坐上了首相的位置 他还管你们啊 管你们这个Mall倒闭啊 啊 我已经坐上首相了啊 现在我大马一家 啊 那些业者啊 大亏本啊 没有办法 整个Mall没有办法生存啊 要找首相求救啊 啊 真的是好笑 来我们先看那个新闻先啊 其实Isma Supply这个人呢 你讲他有什么丑闻呢 或者你讲他有什么雷会爆呢 啊 你不要讲那个吃海归蛋 那个是 那个不算那个什么 啊 Isma Supply最大的雷呢 就是这个 这个Mall digital Mall 只要这个东西倒呢 这个Isma Supply的政治生涯呢 应该就是 就结束了 啊 就是你们跟着他呢 他的后果呢 就是这个Mall digital Mall的后果咯 啊 所以他怎样带领国家 哎呀 中文媒体不太敢奔了 因为这个牵涉到那个种族主义 怕挑起什么种族敏感神经呢 这样子草草报导一下就算了 你们在英文报会看到很多 英文那边很多很多这样的新闻啊 哇整个Mall现在那里能够生存啊 完全无法生存啊 因为人家还是去捞鸭嘛 马来人还是去捞鸭买啊 啊 很多马来人还在捞鸭做工啊 啊 都没有人要来这个 这个他开的这个Digital Mall 那里能够生存啊 那么看回历史啊 之前啊 浩浩淡淡在关当开的那个巴汉的这个Digital Mall 倒闭 OK 啊 伊宝啦 倒闭啊 那个JB也就是倒闭啊 所以你看当时呢 当时带头去开这个的就是他 现在的首相啊 啊 当时那个在Ibrahim就讲 哎 那你可以做这样的东西啊 你们到底会做生意不会做生意 你不可以这样子去玩啊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大马史上最大的韭菜 是这样子 后来有那个专家分析啊 这篇文章 那个在报纸那个评论当中 就2017年就详细 啊 讲了里面的东西 那么我也啊 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这篇 他分的分析的很详细 为他的煽动种族主义呢 啊 叫大家呢 不要跟华人买啊 OK 拿来人自己做啊 结果整间那个Digital Mall呢 他的supplier呢 只有一个人 来自什么Dang 不用我讲了啦 你们明白 知道啦 来自什么Dang 什么人 就是整间店的所有的手机啊 电脑啊 都来自那个Dang的 都来自那 你们就知道咯 这样子整个人做生意 啊 你们开了之后呢 全部只能跟他拿货 这个真的是盆Dang 这个真的是韭菜割到啊 太过分了 所以那里能够生存了 完全无法生存 不管他丢了多少钱下去呢 啊 当中无数的商家倒闭 无数的生意做不起来啊 啊 人家做生意呢 哪里有讲说 啊 我开了这个Mall 我做了这个生意 我只招待某某人 啊 做生意做人类生意啊 啊 你会做的话呢 猫的生意也可以做 狗的生意也可以做 啊 是不是啊 那里只是局限于做那个种族 哪里有人做生意 谁教你的 啊 开一个Mall呢 啊 内准的 啊 不做 虽然没有讲到这样明显啊 就是你就开一个这么内准的哦 啊 只给自己人的哦 啊 自己人做哦 啊 不要给华人做哦 哪里有这样子做生意 谁教你的啊 啊 我真的很奇怪 因为我们看回 因为瑟加拉克本呢 马来人呢 本来是啊 纯东南亚最厉害做生意的民族啊 啊 因为当时 马六甲丸巢 马六甲丸巢呢 是属于 那个 那个海存国家吗 啊 不是那个 那个 不是那个 陆存国家 陆存国家呢 可以内准种地 啊 不要理你们 你们不用做生意 不用跟我来玩的 可以那个陆存国家可以 但是 那个马六甲丸巢呢 是妥妥的 那个 那个马力亭海存国家 全部靠做生意的 在现在我们的 现在 现代的新加坡 通通靠做生意起家的 啊 那个种地没地种 那个养鸡 养鸡没地方养 是通通靠做生意的嘛 啊 那当时马六甲就是这样的啊 马六甲什么人 就是马来人嘛 啊 生意做到这么好 生意做到这么大 做到全世界啊 啊 所以 不可能的 在500年后呢 他们退化到啊 这个生意的 这样子一点 这样简单的生意都不会做 我也不相信 我不明白 啊 希望这个马来人的学者呢 多多深度研究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马六甲丸巢的时候 那个生意可以做的这么好 但是500年后呢 会变成了 这么简单 这么基本 这么容易的 那个做生意的道理呢 他们都不会有 啊 啊 是不是啊 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讲到最后呢 很多人还不能够接受限制 在韭菜人生 我们讲到限制人生 去了啊 不能够接受这个限制 大马呢 是个多元民族 这是属于那个 是那个门户国家 就像当年马六甲王朝这样 你当年 当年你来到马六甲 500年前你来到马六甲 600年前 啊 来到马六甲 你看到什么人都有啊 就像现在的大马联合国啦 有阿拉伯人啊 有印度 印度就很多国家啦 有那个明朝人啊 那个琉球人啊 啊 然后那个马来半岛那些 什么什么种族都有啦 啊 还有非洲的人可能都来啊 跟着那个郑和他们 来到这里啊 那个阿拉伯啊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人都在马六甲啊 现在的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子啦 也属于一个门户国家 有这么多种族 所以在大马你是不能够搞种族主义的 你搞种族主义呢 你注定只能够贫穷啊 你只搞内准呢 啊 华人只做华人生意啊 华人只是什么啊 这种呢 你注定贫穷的啊 比如这个马来人这样子呢 他被带领他们呢 去搞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看后果 到底亏了多少钱 这笔战呢 到底怎么算啊 啊 谁出了这个钱呢 啊 谁输掉这个钱呢 然后那些呢 做生意失败的商家呢 那个叫胡连天呢 啊 啊 啊 这笔战呢 应该是要挖下去了啊 所以不能够大损了啦 只要那个真的 这个马来的其中的 墨倒倒了之后呢 啊 你 你那里还可以给他 去做手价啊 啊 这样子搞一个墨呢 都会搞倒掉的 这个人呢 他还可以带领国家五年啊 这个 接下来五年 大马的经济还有希望啊 这样子生意都不懂得做的人啊 怎样带领这个国家 是不是 啊 我们要换一个会做生意的人 来做手价吗 不管来这哪一个大马 最重要会做生意的嘛 是不是 而不是呢 再来呢 就是不可以有这个种族主义呢 就拜托拜托千万不要继续 种族主义也会让大家变穷 种族主义也会让大家失败 知道吗 大马是不可以有种族主义的 大马是这个联合国 是开办的 这样子呢 大马才能够成功的 所以做生意呢 开一间店呢 当然是招待全部人啊 那里有限什么种族的 那谁教你这个东西的 是不是 所以不要听这些政客啊 不要给他们害啊 被他们割了韭菜的啊 希望你们能够醒悟啊 想学做生意呢 我们华人从来没有吝啬教你 我们华人都是靠自己摸寿出来物 我不是很好的教练 但是你要我教你 我愿意教你 可以分享我很多失败的经验给你 知道 至少你们不会去采雷嘛 是不是 我也很愿意分享啊 你不要在那边搞什么种族主义 这些什么 对不对 对很难大损了 就是很难大损了 他这个墨要倒了 他有没有 他的那个 我们讲那个 人家去种生机啊 就是他的那个生机啊 他的风水啊 给人家破了 风水给人破了 他做不下去了 这个是真的啊 好了 那么 韭菜人生呢 当时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 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回见 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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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见